2024国民党目前总统呼声 最高的侯友依 二十二号一改喝喝啊 这代机的侯氏回应 改口要为国家这代机 就是这么巧 党主席朱立伦仿佛又心电感应 同天下午宣布 国民党总统人选的提名机制 提名采用直接征招 一举帮侯友依解决落跑质疑 侯友依态度也转手围攻 与朱立伦之间 更是再度跨越时空深连结 我要认真的为国归民 做出最大的努力 这是我不变的初心 也是我硬尽的责任 党本来就有责任 来为我们主要的候选人 排除障碍争取支持 不过还有人在苦苦等候 一直在等国民党一个说法的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据传还没放弃 但在最强母鸡和党主席 一搭一唱的情况下 恐怕有边缘化危机 会不会担心就 郭董可能就没有了 你未必 因为还不到最后的结果 是你自然 看之前的民调 何谓第一 郭台铭第二 都会赢赖清德 结果现在都输了赖清德了 当然赖清德已经在那边 这个好整以下在等了 郑昭智能不能成为 国民党2024的最终解方 得端看主席如何建招拆招 化解危机 华氏新闻专家解红期 SNG小组台北报道